GIN B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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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巴久 片頭的小短片 是我跟許某人在意大利知名的新巴克拍的 可惜現場沒有愛國留學生 不然就可以看到破房的畫面 我昨天還看到一條影片 是大批的中國人被俄國扣押在當地的機場 先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暖心的影片吧 又知道啊 俄罗斯与中国之间对于团客 可是互相免签的 但必须前提是团进团出 自由行的话还是要签证 但即便是如此啊 俄罗海关也是要跟中国客收小费的 我真的会笑S耶 对此啊 中共媒体不敢吱声 中共也不敢出来说 你俄罗怎么这样 我们两国之间写的协议 难道是历史文件吗 不敢 而且面对非洲国家对免签的中国人 亦是如此 甚至态度更恶劣 那我只能说啊 反正哦求人得忍啊 带大家来看一下下面的网友留言哦 个个都非常的暖心 孝敬爹那是正常 别抱怨啊 儿子们 如果不是生计所逼 自愿过去就是活逼该 爹打儿不算打 早就听说这个锅去不得 求垂得垂 又想说句活该 忍忍就过去了 这不自己早痛快吗 几十年的经验缺啥 邀喝啥 越快越赞美 越好越贬低 哇这个来自辽宁的中国网友 看的真的是透彻啊 对吧 对你越好 你就变本加厉了 要更好 然后呢 对我们还不满意 然后天天去骂欧美日韩台湾 对你越坏了 你越是木墙 越爱他 就不应该去热情浩克 来了就不走了 不掌心 那是去孝敬了吗 还抱怨啥 闲出了个屁 去那个地方干嘛 还有下面这篇贴文啊 这个小粉红在小红书上说 知道中国台湾护照免签丹麦芬兰的那一刻 我疯了 好想跟你们拼了 真的 笑S 下面啊 有个人回这个粉红说 唉 我每一次和爸妈出去办签证 到了这一步啊 我都好想害你们台港傲人同归于尽啊 我当时读高中 卷的调法 暴动 但你们人上人政策的时候啊 也很想把你们都 S了 你看 不敢去呛S你们的俄国 去那边骂台湾 笑S人对吧 我说这个S其实是在嘲讽你们的啊 你不觉得很矛盾吗 你所谓的都是中国人 又天天的在贬低台湾 又说这些什么 所谓的人上人政策 这个港澳之类的 按你这个逻辑啊 台湾是中国的 那这个政策应该也是中共自己定出来的 那在这个免签 护照方面啊 应该也是跟欧美国家协商得出的对吧 还让台湾人免签多国自动通关 那你应该要S的是谁呢 是中共吧 这就是我说的 小粉红知道改变不了现况 无法跟中共取得权力 但我们说的语言啊 跟大部分的文化是重叠的台湾 却能那怎么办呢 羡慕基督恨啊 既然改变不了 我也要让台湾一起变成中共统治的领土跟范围 让台湾人都过上跟我相似的生活轨迹 这样我心里就平衡了 所以我支持中共去S台湾 而还有一个很好笑的 我一定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粉红说 我一年7万人民币在中国国内可以活得很好 你1万美金在美国过一年试试看 7万人民币大概也是换赚快30万台币吧 那1万美金差不多也是30万台币吧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赚30万的话呢 诶我在中国可以活得很好 你讲废话吗 但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美国人谁一年给你赚1万啊 下面就有网友回答 美国人但凡有工作都不至于年入财1万美 绝大部分有工作的印度人都达不到年入7万卢比的 在美国年入1万美金 这些钱住富人区都不够花 在穷人区都不够强 粉红就是这样 常看这个 这个你们的爱国网红啊 爱国大V啊 中共宣传的 美国平均年薪是5、6万啊 中位数也来到个3、4万啊 你要拿就要拿这个5、6万或3、4万来比 你怎么会拿一个美国人有工作 一年都超过1万美金的这个来对比呢 非常的搞笑对吧 而最关键的 还是我接下来要带大家看的影片 粉红都是怎么在抖音小红书上营造一种假象 让他们以为中国发展的很棒 比如说刚这片贴完啦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条影片 非常的耐心 苏州月入6千算什么水平 有点少 你感觉多少算还可以 那我知道你说 月入6千在苏州算什么水平 我觉得在 园区的话应该是 不是太够用吧 那你感觉就是多少钱算还可以 在园区我觉得想要过得好一点 应该起码在两万块钱左右 苏州月入6千算什么水平 应该 中下吧 中下你感觉就是多少钱算还可以 这五四个小调影 三万 哈喽 采访一下你觉得在苏州月入6千算什么水平 对 正常水平 大概多少钱算比较高 大概一万左右吧 采访一下你感觉在苏州月入6千算什么水平 我觉得已经算中等了 那你觉得多少算还可以的 8千到一万 哈喽 采访一下你觉得月入6千在苏州算什么水平 中下吧 什么样的水平是比较中等的 一万左右吧 看完我只能说小S了 我直接带大家来看一下中国网友留言好了 免得小粉红说我一个台湾人 你来过苏州吗 你来过中国吗 来过大陆吗 在抹黑祖国造谣 好啦先跟你说我还真去过苏州啦 尤其是我在这个官前街那边看到很多这个低薪招工的 你们的招聘广告月薪跟时薪都非常的低 影片到这里先来感谢一下本节的赞商 shop shop VPN 我人现在在欧洲后面是冰天雪地 晚上回到饭店想要追台湾或去中国的人士剧 在欧洲的网路地理位置没有办法看 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打开shop shop 连到台湾或是香港的IP 通常就会发现网页已经变回中文页面 连线可能也会变得更顺畅 只要再回去你使用的平台 就会发现可以顺利看你想要看的营居啦 除此之外 大家在外如果想要守护你的email 避免资料外线 还可以使用看看shop shop other shop shop other 可以收到及时的警报并保护你的个人ID 让你随时掌握个人身份证的讯息安全 阻止你的身份被人家倒数 以及保护你的信用卡 确保信用卡上了钱或已失 若出现上述的情况 shop shop other 将通知你 最近shop shop还有推出新的产品 nanti ID可以帮你建立全新的个人资料 和一个电子邮件地址 来保护你的真实身份 避免自己在网路上非分钟 最近双11要到了 只要使用我们的优惠码 Thumb TV即可享有双11 限时优惠 以及5个月的免费使用 不满意的话在30天内无条件退款 赶紧通过下方的资讯栏来了解一下 是不是像BPM吧 好我们回归正题 先来带大家看这个中国网友大部分的留言是在 怎么说的哈 月入6000这么低 我月入2000了都瞧不起他 绝合人民币我大概也是1万左右吧 我想在大陆二线城市应该过得很好吧 IP来自台湾 大陆这边的普通工资还是偏低的 税前还是税后呢 扣完五险一金后吗 我觉得税后扣完五险一金算是正常水平了 确实啊如果扣完五险一金还有6000的话 那其实你们应该实领了有到8000多 苏州6000哪里好拿 一个6亿人月入1K的国家的人说的话 6亿1000的人都住哪啊都去走线了 真的吗难怪苏州人个个都像土豪 咱们在镜头面前不敢说实话 在苏州中心逛的收入挺高的吧 哎对你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关键啊 苏州园区里面做保安的说不定也有6000啊 不是1000的好多个亿吗 本地人有车有房的话过日子是OK的 叫社保基数都7000 我这一般都是2500到4000三线 苏州平均工资8000所以挣6000的真的不多 基本的没有剩 不过好多人都没有6000 比如我 全球最高的中位数工资在上海也就2200 哎呀中国月入6000的才多少人呢 其他人都活不了了吗 贫富差距太大了 我要去输搜打工现在就给整起来 哦他还是来自上海的哦 什么园区呢 KK园区 谁敢开公司啊 哪个老板请得起员工啊 中国有12.5亿的人收入在5000元之内 我三线城市固定工资就1万多了 我是不是起飞了可我没感觉到我在上海 税后6k左右 就叫老师吧 电电水平吧 我一个月入3000的给我看这个干啥 证明你是个正常人 为什么这些人张口就来月入个两三万 究竟是做什么工作呢 通常人们会把自己某一个月最高的薪水拿出来说 2万别装逼了 欧洲普通人月入都没2万 确实没有啊 这个在意大利这边大部分了 大概是税后1500到2000之间 这个月收税后 当然啦这个意大利很多很多这个福利政策啦 这个看病不用钱啊 还有这个什么一些政府每个月还会发钱给一些人嘛 这些加下去的话 其实在这边税后1500到2000是过得还OK的啦 对吧 但是中国政府不会再给你这些额外的什么给钱啊 发钱啊 什么福利啊 看病不用钱 然后在米兰有买房的这个民众啊 你的户籍在这边的话 前面的这个停车格是免费给你的 关键是你要买车车也是登记你嘛 对吧 这个是我问这个许某人他讲的啊 这个中国这些都没有福利嘛 虽然你所谓的6000啊 在台湾只能是最低月薪收入的标准 而6000的还不用缴税 换算差不多7000人民币 以上才要开始缴税呢 而你们的总体GDP 大部分是基础建设烂尾楼冲起来了 所以为什么平均来讲 又是更低的对吧 因为你们这个数字都是灌水的 而你们的房价又因为中国陷入了这个通缩危机在下滑 导致资产这个缩水 银行呆账更多 民众不敢还钱 民众也还不了钱 甚至断账更不敢借钱给民间 那时不时啊 又侵占银行出户 建商又倒闭 捐款逃跑 不然就是这个暴雷 总之就是互害的这个恶性循环 这个短时间内是没有办法解套的 日本所谓的失落二十几年 那与中国现在面临的差别还是蛮大的 这个结构性的问题 中国比日本严重的太多了 日本起码当年人均是富起来之后 还如此陷入通缩 中国还有6亿人月入一千 9亿人月入两千 12亿左右的人月入五千 剩下那几千万一亿不到的人 才破万以上 当然啦 这一亿的人包含那些大型企业家 什么月入几个亿的 而你们中国国务院的资料 他跟这个北京大学的研究数据 都差不多是这样的结论 所以已经S的李克强都说过了 就别再跟我打嘴炮 别再说台湾人造谣抹黑了 你先去八宝山骂个李克强 再跟我说这些吧 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点赞不计划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八九 下期见 拜